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佛心花海 佛心花海 各位大德 各位爱花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呢 我们将用这样一对上下的花器 来插作一件的作品 那我想呢 您一定可以感受到 这个花器呢 其实它是同一个作者所作的 然后呢 这个花器呢 它的一个是瓶 一个是盘 那我在这个盘里面呢 又放了一个小花器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花器的交错运用 也是一种很有趣的 而且很特别的一种创作 所以我今天又运用这样的一个花器 两个不同的一种大小 那合在一起运用 那合在一起运用 因为呢 其实陶一家在做这个花器的时候 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自己个人就把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合 那这个花器它有一点点船型的感觉 所以我今天想用这个花器来表现 他去补鱼了 然后呢 他把那个几千几尺的湿轮往下垂 垂下去 垂到水里面 他说一波才冻万泼水 这个时候只要有一只的一条的鱼 它冻了 然后想去吃这个鱼饵的话 那我想所有的鱼也会跟着一起去吃这个鱼饵 可是在这个时候就很可能就会被网住了 可是他说呢 夜净水寒 在这个时候夜很沉浸 那水很冷 鱼就冷住了 他不去吃这个鱼饵 他说呢 让这个船家呢 满船空窄月明归 那最后呢 没有捕到任何的鱼 但是他还是带了满船的月光回去 这是我们基本上在看这首诗表面的一个解释 那我们等一下再深入一点来谈 我们这个尝试的意境 好 那我今天用这样两个花器 然后这个花器有点像船型的感觉 来插座作品 那我借由千尺丝轮直下垂 我选用的花材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苦灵纸 那在台湾呢 春天的时候 金纸的时候 那就有很多的苦灵花开 那苦灵花开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点点粉色的 粉粉的紫紫的颜色的 很美 我自己都会很刻意的 有时候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特别在我们我住的郊区的附近呢 特别开车去欣赏这个苦灵花 那这个苦灵花呢 它是很大棵的大树 所以它开花的时候 整棵树有点粉紫色的很美 那花开过大概在春天金纸的时候开花 那花开过之后呢 它就开始慢慢结果了 然后我们就会发觉整年的夏天 大概从夏到秋到冬 整年度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苦灵的这个果实呢 在市场上呢 有的是整支的被拿来卖 那有的是剪一串一串的来做各种的设计 那这个苦灵花呢 它我让它这样子垂下来的感觉 好然后呢 我再用了一支的脖枝 好我想这支的脖枝呢 好这支的脖枝也很美 好然后呢我让它有一点点倒挂的感觉下去 好让它有一点点这样子往下垂倒挂下去的感觉 好我把它做一点点的固定 好因为呢 我们平常在插花的时候 我们有几种类型 如果我们的花材在0到30度 我们称为直立形 那如果是30到60度 我们称为倾斜形 那60到90度呢 我们就称为平出形 好这支铁丝有点太短了 好我再换一支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这个支呢是大于90度 就像各位阿波菩萨待会看到我把它 我今天有一点点刻意插 倒挂型 就是有一点垂态的感觉 好然后我把它先做一个固定 好 那因为我们在诗中的意境呢 它讲到千尺湿轮直下垂 所以我们有一点向下的力量的感觉 所以我在选用这个苦灵纸的时候呢 也有一点点让它是像这样子的 这样子有一点点下垂的部分的地方 好再把它 因为它这个枝干呢短短的 所以它跟平气之间的结合呢 需要靠一点点铁丝的力量 好我再加一支铁丝 把它做一个固定 我们说呢 烧脖子香独粥义 古人讲的 那低荷花露写堂诗 也就是古人呢 他们是烧这个脖子的 这个薄树的这个树干树枝呢 然后呢他说独粥义 独义经 然后呢他说低荷花露写堂诗 也就是说呢 在某些季节的时候 他们夏天的时候 他们就用荷花的花露 来写堂诗 我想这个都是很多的人呢 他们跟植物之间 很美的一种互动跟情怀 我想天底下的人都非常的喜欢花 那不管从哪一个行业的人 像这一次我们台湾的花博 就做的这么的成功 然后参观的人这么的多 那每天都是这么多的人 在这个欣赏这个花博 有时候我们要想去看一个 特殊的一个馆都要排队 排得很久 就可以知道 所以说很多人对于花的一种喜欢 那花本身它也有的很好的一个正面跟能量 那各位阿博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借由这一个苦菱子再加上薄 那就形成一个这样很很棒的一个空间 好然后我借由这个诗呢 千词诗轮之下垂 然后呢我现在开始做下段的这个花艺的一个插座 好那我另外还有一支这样的一个薄枝 我想要让它有一点点这样子两个有点点交错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呢我再用一些这样的一个蕨类 那我们知道这种蕨类呢它都是吸附在大的树枝上面的 那这种蕨类呢感觉上很特别 而且它生命力也很强 好那我用一支铁丝呢把它做一点点的固定 把它绑一下下 好这样子呢我再把它放进去 好这样放进去它就会有一点点帮忙做一些固定的作用 好我再放一支 好这样子把它 这支可以有点点往下垂的感觉 好所以呢有时候 这个大自然的植物它是真的是非常的曼妙的 好那在上段的部分呢我主要用的话呢 还是这个白色的这个蝴蝶兰 那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白色蝴蝶兰 它是开得蛮近的 就是说它开到几乎都快没有了 那我们在选用这个蝴蝶兰的时候 一般来讲如果我们要做成盆景的一个组合的时候 蝴蝶兰的组合的时候 当然我们可以选就是花朵比较对称的 那花朵比较大朵的 好可是那样的花朵呢 它虽然比较整齐 可是感觉上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灵巧 那如果是我们要插花的时候 我们就要选这种有层次的 然后不要那么对称的那样的花朵 那在我们在插作作品的时候 就感觉上会比较有气质一点 有味道一点 或者这样子很整齐的话 插起来就觉得没有那么的典雅 好那我把这只蝴蝶兰做我们的这个组花 好我把它插进去 好还有一个小小的洞 好我们把它当做我们的组花 因为这个瓶很深 好那有时候呢 如果说瓶太深的时候 我就可能要插梗把它插长 或者是呢 我可以运用别枝花枝之间的一个 力量的感觉 好那我现在如果说把这一只蝴蝶兰呢 好我们再试看看一个角度 好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试试看 好如果让它稍微偏一边的感觉 好我们运用这个蝴蝶 它的那个空间的感觉 好我把它这样子抄的 有一点点稍微的 再把它降低一点好了 因为有点太高 好因为它这个瓶口比较小 所以我要慢慢的把它放进去 好那让这个蝴蝶变成有点像它的 鸡盘的感觉 好让我把它做一些 一点点点小小的一个固定 好我们试试看 好我把它这个固定起来 好那这样子我们的这个蝴蝶兰呢 它的这个花形呢就很特别 而且很美了 好那我再下段再收一只小小的柏枝 好把它加一只柏枝 好那个柏枝呢就收在瓶口的地方 好或者是側面的地方 好因为这边有一个蛮棒的这个蕴蕾在上面的 所以我想我就不要用太多的柏 好再往前 然后充分给它运用出柏的一种层次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段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插座它 那怎么样去运用它 好那下段我想我就不要再插任何的花了 我就选用这个叫做初学格 好那这个花材它也蛮特别的 因为它的叶子很美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觉有些花材 它的叶子呢它的美超过花 因为它有三种颜色 有绿色 然后有白色 还有粉红色 三个颜色 好那我把它插一下下 我就用完全用这个叶子的感觉来插座 好那也趁这个叶子的这个插座的这个过程呢 我等于是把这个剑衫呢也做一些的修饰 好不然因为我固定了这一支柏 所以我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剑衫 因为它才够那样的力道 帮忙我固定这一支柏枝 好 就把它慢慢的用这些初学格 好那这个初学格呢 我是从盆栽里面剪下来用的 那我刚刚也介绍到这个初学格 其实有时候我们买回来种以后 我们就会发觉它不是这么 我们想象中的这么漂亮 就会绿色比较多 那白色跟红色比较少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据说这个初学格它必须要全日照 就是说它必须要被太阳照的时间越长 然后它的这个叶子就会越漂亮 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买一买回家以后 就会发觉它怎么整盆都变成绿色了 这个红色跟白色没有了 最主要就是因为日照光线不够的关系 好那我现在用了一些初学格 好 来做这个下段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脂梗软乱的 我们再把它插正一点点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我们是不是再加一点点的花材 好那我这边还有这个很可爱的这个黄金镁 因为这一次插画刚好有这个这样的一个花材的音乐 所以我把它加一些这个黄金镁 好它很可爱像那个灯笼一样往下锤 好所以我用一点这个 好这边还有一些这样的黄金镁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 这个湿的这个意境 那我们就会发觉呢 其实呢我们常常会用很多 大自然的山川景色来描述很多的意境 那这样蠶式的意境呢 在我们插画里面呢 它最适合表现在斜景跟心象 好就是说以景来录像 以这个大自然的风景来进入 我们的心情的一种表现 所以在我们的中华花艺里面 我们也有一个花形叫做心象花 那它是很适合来做很多蚕丝的意境跟表现的 好那我在插好这样的一个作品之后呢 我把这个正面转过来 给各位爱华菩萨可以欣赏一下下 那我想在这边呢铺一些的石头 来表现这个月光的感觉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这样的石头 那我把它整个铺满之后 那我们再来看整个作品的感觉 好那我把这个白色的石头呢 铺满了这个整个这个花器的里面呢 那去用这个白色的石头 去象征一种月光的 皎洁干净的感觉 好那我在这个作品 这个部分呢 再加上有一点点像这样的一个全卷 虽然这些全卷它有一点点干干的 可是它可以象征出另外一种意境跟感觉 好我把它插个两三支 好来做一个表现 像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有时候像这个全卷呢 我们看到这样的感觉 觉得说它好像固掉了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心像花的时候 我们又刻意用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你看它所形成的那种感觉是很特别的 好再加一支 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 借由这个诗 它所叙述的 千尺诗轮直下垂 一波柴洞万波水 夜净水寒雨不时 满船空载夜明归 我想在这一首诗的意境中呢 我们刚刚提到了 一般我们在解释这一首诗 基本的一个感觉 但是事实上在这一首诗里面 它蕴含了更深的一个禅意 它这个千尺诗轮呢 它在异象指着我们人的 生生世世 累生多结的这种习气 所以呢 我们的习气会非常的多 我们会有很多的贪嗔痴慢疑 随时一时 一下子那个无名的习气就出来了 它说呢 一波彩洞万波水 有时候我们一个念头不好 不管是善念或恶念 一起来以后 很多念头有跟着动了 可是它告诉我们这个时候 就要有禅定的力量 要有忍辱的力量 比如说呢 就像它说的呢 它说夜静水寒已不时 在这时候自己要怎么样 静下心来 然后人冷静下来 然后呢 不去动到这个 跟这个习气相应 它说呢 最后才会满船空载月明归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菩提智慧月光呢 就会出现了 所以今天借由这一个 这一首禅师 那我们来插作一个 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也就借这个 非常特别的这个苦灵子 来表现人生是苦的 但是要透过不断的努力学习 那才有很甘美的未来可以享受 啊 好 好 好 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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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的这件作品 各位阿拉夫萨可以看到 在我的前面有两条非常可爱的鱼 这个鱼是一个陶一家的作品 般来讲我们的民间都非常的喜欢鱼 因为鱼它象征着年年有鱼 它本身的含义就很好 在我们东方 我们中国人习惯在画鱼的时候 我们都是画森龙火线的鱼藻图 就是鱼很自然的游在大自然中 要在水中 然后跟水藻之间非常快乐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美学大师 他曾经说过 他说西方的画鱼都是画在市场上 已经被杀掉的宰掉的鱼 可是我们因为西方以写生为主 可是我们东方人的意境非常的好 而且我们习惯上觉得东方人 他们对生命的这个部分是很有感觉的 所以我们画的国画里面 鱼都是非常快乐的在水中游耍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作品就用这个在游动中的鱼 这样的感觉来插座 好那像这样特别的一个鱼 鱼藻图呢 这个鱼的部分呢 我们其实如果摆在家里光芯上 其实这个这两条鱼在我家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 我都把它放在家里的一个角落欣赏 觉得每天看到鱼就觉得很开心 而且又有一种好像很恩爱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在家里这个静教是非常好的 好那我首先呢还是选用了这样的一个绝类 因为我们今天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绝 然后它的感觉上有点像水草 所以我用这个绝类呢来插座在这个作品里面 好那我们试试看呢 让这个绝类怎么样去表现它的感觉 好那我很轻易的把它放下去的一个绝类 好那我记得我还有一片的这个绝类 小绝类 好那各位阿布萨可以看到 我有第二支的这个绝类 好那我再试试看 我的这个哪个地方可以放一个 再放一个这样的一个绝类 好那这个绝类呢 好我稍微把它绑一下下 好我把它绑起来 让它有一点点这样很可爱的造型 好然后呢 我把它固定在这个角落的地方 好我把它让它有一点点铁丝的力量 好那现在各位阿布萨可以看到 哇我把两片这样的这个绝类呢 放成这个样子非常的可爱 那我们要充分表现这个鱼生命的感觉 所以我想我就不要擦很多的花 好那接下来我在这边呢 在这个鱼的这个地方呢 因为各位阿布萨可以看到它后面刚好有两个这样的一个可以放置 好那当然我想淘一家最主要是因为要让鱼可以立起来 好那当然它也很灵巧的刚好设计了两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擦花 那如果说有时候我们买到一个盆栽 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放进去 所以这样子一举两得 好那比如说呢我在这一个鱼的这边呢 我给它放一朵的蝴蝶兰 好放一只这样的一个蝴蝶兰 好然后呢我还有一颗小颗的蝴蝶兰 我把它放在另外这一株这个鱼这边 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两条鱼呢 它之间的一种呼应跟对称的感觉 那我们要让它感觉上更有深意呢 我们可以在下段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我在桌面上我把它铺一点点像这样的一个青苔 因为我现在用了一个桌上放了一个桌垫 所以呢我可以加一点点这样的一个青苔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鱼在水中 好像那个水草的感觉 因为我们刚刚介绍到我们东方呢 在画那个鱼有鱼 鱼在水中 我们画的都是在水中有的鱼 可是西方呢他们常常都是会画在棧板上的 在菜市场上 那个他们已经把它补回来 然后切了一块一块的鱼 所以这个东西在这个部分的意境是有一些些的不同的 那我借由这样子 所以在中国古代有很多的落花有鱼 那我想呢 其实看到这个鱼 我们就想到很多的 师父在放生的时候的很多的过程 我们常常看到师父在放生这个鱼类 每次听到师父说几万只的鱼 几万条的鱼在放生 那在这个中间有让我想到 在佛经金光明经上记载的 释迦牟尼佛在六度万恨的修行的过程中呢 他有一次是流水长泽子 那他有一次看到有一个鱼池干枯了 那几万条的鱼快要死掉了 那这时候呢他赶快报请国王 然后国王呢就请大象运了很多的水 然后把那个鱼池呢 再把它整个让鱼水呢 能够让整个水可以满整个鱼池 那同时呢 师尊在这个时候也为所有的鱼说法 然后救了千万条的这个鱼 所以我想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呢 我们除了很认真的诵经打坐读书之外 读经之外参加法会 那有时候师父在做放生的时候呢 我们也适当的去参加 适时的去参加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的修行都是有注意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 我们今生能够救的一个生物的性命 都是在无形中给自己做一个陪伏 那我想今天我们借有这个鱼的这个因缘呢 那我们也学习师父的精神 就是素食放生厌供食食 那期待这样的一个鱼的作品 也能够引发您的测影之心 那随时关照所有众生的生命 那愿此香滑 遍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华龙天 普逊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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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务持救护养护流浪狗 华博照号50016766 50016766 铺明台湾救狗协会 佛教慈悲至夜 宜蘭大悲观音道茶 传授八观哉戒 即礼拜大悲战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0月4日星期三 时间8点半传授八观哉戒 13点半礼拜大悲战法会 地点宜蘭大悲观音道茶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佛恩 佛教慈悲至夜 高雄分会 举办八观哉戒法会 佛学讲座 阿弥陀佛48大院 念佛五声 恭请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主法 日期10月7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追踪 山书方 整 aç山乘方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